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年22 22岁 所以去年21岁就得到这个世界十大结束青年奖了 呃对 哇 天呐你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下可以得到这个奖项呢 因为这个奖项其实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拿 对 拍影片拍了差不多两年多了 我的影片大多数都是往着社会发展的 就是creative 正能量 所以就有一个人他就看到了 然后他就介绍我参加这个 所以我就让他去 参加了这样子 嗯 nominate 我 我就不知道这个讲什么嘛 然后我就接了一个电话的时候我被录取了 然后我有点吓到 就直接被录尾了 对对对 然后我就下去的时候 我看到 就是一看的时候他们是很有钱很有钱的那种人 就各领域的人都在爱你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是最年轻的在爱你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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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点不好意思啦 因为很尴尬 你应该更自豪才对啊 我最年轻我就得到这个奖项了 他们就问我一些问题 什么要拍这些影片 有什么目的 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 一个礼拜后 他们就跟我讲我得奖了 每个人得奖都会有他们不同的意义啦 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商业 像你的话就是因为你拍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短片 然后传达了正能量正思想给社会 所以这也是你做得最好的回馈 因此你才得到这个奖 所以我觉得你是值得拥有的 所以你也不用太谦虚 要相信自己的作品 欸其实你真的是拍影片 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那其实你主要这一段路走下来呢 是什么样的启发 让你想要继续的拍这样子的影片呢 其实我小时候是很爱演戏这些 所以我就有在Media Corp演戏 17岁那一年我参加了梁志强的比赛 然后Under Student Category 我就拿第二名 然后我的老师就问我 有没有兴趣继续继续拍戏 戏剧这些发展 对就是拍影片那些的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嘛 我不是从一个拍戏的 我就好我就试试看 然后偷偷拍戏的时候没有人要支持我 我的朋友他们就说 你拍戏没有前途没有人看这些 都不懂你在拍什么这些 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听他们的评论 我就照着拍 然后跟学校记彩这些 然后跟我的同伴同学一起拍 然后拍了第一部 Bully的人的版本 对 最近无意间就很多人看了 然后我就继续拍继续拍 然后19岁那一年 我有停一阵子 因为我要专心 我19岁那一年 惨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 患有了忧郁症一直躲在家 四五个月后 我奶奶又去世了 哇真是双重打击耶 那一瞬间我是真的很想要死 因为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就亲爱的人都离去了 然后我又变得很惨那一种 想过想要结束生命那一种 然后会想到我爸爸想要活着 但是我好好的 为什么我想死 然后我又跟我自己讲 我喜欢拍戏 我可以拍 我用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 来传达正能量给大家 让观众知道患有忧郁症的人不是只有他们 其实你可以从一个想要自杀的 一个忧郁症的状态到走出来 然后去传达这些能量给大家 是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而且我觉得也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重新的对你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对吗 对对对 所以这其实这一路走来之后是蛮心酸的 从一个低潮到现在能够多长时间 恢复自己 大概半年左右 我在家可以写剧本 然后想要自己的注意力 对对对对 然后以后想要拍它出来 通常拍的戏都是 比较关于社会 追求梦想 珍惜身边的人 我都是在用自己的知识在学习 就是看YouTube看电影 看网络剧这些 一部影片我觉得印象对我蛮深刻 就是爱爸这部影片里面 所以它在当中讲述就是你跟你爸爸之前的一些感情 对对对 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对 我现在都有参加Film Festival 跟Film Competition 最近是参加Sony Competition 还有影片比赛 所以这个比赛将在2月停止 那我们现在祝福你的影片一定会得大奖 一定会得奖 然后希望粉丝朋友们也要多多的支持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居民可以参与我们的采访 在2019年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粉丝朋友们说的呢 谢谢你们一路来支持我 我不会放弃 我会一直努力 如果你们有梦想的话 你们应该勇完值钱 当然有很多人在过程中会拉倒你 那些拉倒你或者批评你的人就不要太在意 告诉自己你相信自己 就一定会成功 对 我觉得俊明也是我们现在新一代年轻人的一个典范 从刚刚叙述的故事以来呢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吸取很多一些人生的经历跟经验啦 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祝福我们俊明 还有谢谢他来我们的节目咯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